巴西大雨淹没了西北部 据官员说阿克河冲破河岸 淹没包括周首府里约布兰科在来的地区 10万居民受到影响 意大利外长马若呼吁联合国对击击干果的 联合国粮食援助车队的事件作出答复 击击事件导致意大利大使和他的宪兵保镖上升 亚根廷总统费尔兰德斯访问墨西哥参议院 他呼吁联合国和呼吁国家改善贫共国家获得新冠疫苗注射的情况 几十名菲律宾员民在首都马尼拉抗议 抗议中国最近通过的海警法授权可以向外国船隻开火 并摧毁南中国海声称的倒序上其他国家的建筑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将会今年稍后争取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在2018年离开 时任总统特朗普指责这个委员会对以色列前有偏见 计划的与民众计言 总统特朗普指责民 ogn,关注拜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